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賴清德總統公開表態 感謝今天站出來的每位朋友 阿波羅網報導 綜合報導 美發言人達烏軍能用美武器打俄境內? 中共一向俄提供致命軍援 700多萬人圍觀 中共國這一幕太扎心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5月25號 星期六 首先向大家報告副頻道的好消息 感謝訂閱副頻道的朋友們 達到重新申請盈利的條件了 油管規定 停掉盈利3個月 也就是6月中旬可以重新申請 如果有條件 我們爭取盡早恢復副頻道日更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下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賴清德總統公開表態 感謝今天站出來的每一位朋友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群瑞報導 5月24號 中華民國立法院外集會抗議人數超過10萬 人們不斷高呼口號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國會濫權 立院集結 臺灣各地亦有大量民眾集會聲援 5月24號深夜 剛剛宣誓就任的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 在臉書發文 感謝今天站出來的每一位朋友 他說 從白天到深夜 立法院外數以萬計的國人朋友 再次展現公民社會的烈量 除了在立法院外守候的人潮 全國各地也有許多公民集結站出來發聲 賴清德總統明確表示 我們都有同樣的信念 立法院的意識運作 應該遵守程序正義 立法院審議法案時 應該讓不同的意見可以被充分討論 而非不斷透過多數票強行表決 沒受立法院對法案應有的討論 賴清德總統指出 我們也都相信 國家權力必須分立且制衡 更重要的是 人民的基本權力需要受到保護 不能任意侵犯 公民理性發聲 青年展現力量 這就是臺灣的民主價值 國會應該重視這些聲音 盡速恢復正常運作 讓國家能夠繼續向前進 他呼籲 只有團結 團結再團結 我們才能克服一切難關 賴清德在文章中介紹 就在今天 美國 日本 澳洲 英國 加拿大 德國 捷克及立陶宛等八國駐臺機構 發布了聯合聲明 另挺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世界衛生大會 他說 世界肯定臺灣 我們更有責任 讓臺灣穩健向前與世界同行 賴清德總統最後向全臺灣站出來的民眾致謝 他說 我要感謝今天站出來的每一位朋友 感謝民進黨立委和黨團同仁的辛勞 我們共同捍衛臺灣的民主價值 他說 接下來 我們繼續攜手一起 團結一心 在每一場挑戰中 繼續為民主發聲 努力不懈 一起守護臺灣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烏軍可否用美國武器打擊俄境內 中共是否已向俄提供軍事支持 最近幾週 烏克蘭加大力度呼籲拜登行政當局取消不允許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的禁令 美國之音烏克蘭語組 星期四 採訪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 米勒說 我們仍然相信烏克蘭能夠贏得這場衝突 烏克蘭將贏得這場衝突 我們已經看到烏克蘭軍隊在基辅郊外擊退了俄羅斯軍隊 我們和五角大樓 白宮之間的政策沒有區別 我們都有相同的政策 那就是 我們不鼓勵攻擊烏克蘭境外 我們不提供對烏克蘭境外進行這類攻擊的能力 我們明白 在使用不是美國提供的武器方面 最終將由烏克蘭來做出自己的決定 我們不為使用這些武器對俄羅斯境外進行打擊提供能力 這是我們的長期政策 仍然是我們的政策 英國國防大臣格蘭特·沙普斯最近發表的關於中共正在與俄羅斯合作開發用於針對烏克蘭的作戰裝備的聲明 對此 米勒說 我們曾經非常擔心中共會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 我們向中共政府明確表示 這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他們越過那條線 話雖如此 我們對中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關切 中國公司銷售微電子 光學傳感器和其他非直接軍事裝備的設備 但俄羅斯利用這些設備重振其國防工業基礎 並支持其戰爭機器 我們已經明確表示 我們對此感到關切 正如布林肯國務卿所說 幾週前他去中國時向習近平提出了這個問題 如果中共不採取行動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就會採取行動 700多萬人圍觀 中國這一幕太扎心 近日 一段兩分鐘的視頻在S平台上熱傳 截至目前已有710億萬瀏覽量 視頻顯示 一位中國老人過馬路時突然摔倒 巨大的撞擊聲響徹整條街道 然而 儘管無數車輛和路人經過 卻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扶助 網友們對此議論紛紛 表達了對當今社會冷漠現象的擔憂 推特用戶Wanton評論說 路人為啥不敢扶老人 這些衙門和媒體真不知道嗎 裝傻倒是很會 沒見過政府人員和媒體從業人員扶老人的新聞 另一位用戶51吃瓜王則指出 擔心被惡把 自證環節太折磨人了 不少網友將這一現象歸咎於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 該案件在社會和法律層面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導致公眾對幫助他人的行為產生恐懼 擔心自己會因此被誤告並承擔法律責任 用戶DPUM333指出 南京彭宇案的判決導致公眾對幫助他人的行為產生了恐懼 這種恐懼心理在媒體的廣泛報導下進一步加劇 導致社會上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現象 許多評論認為 當前社會的冷漠現象不僅僅是法律問題 更是道德層面的挑戰 用戶79EDC評論說 就算有可能被惡也不能喪失良心 只需要靠近詢問了解需要如何幫忙 手持手機錄影也保護自己 如果情節嚴重 可以幫忙維持交通 拨打110請求支援 而不是漠視 推特用戶MEGNS997提問 那麼社會信用都被誰消費了呢 並附上一個笑臉表情 另一位用戶GoodLuckMan8410提到 消防員美副老人的解釋是擔心二次傷害 但他認為這一普通路人的冷漠形成了雙重標準 用戶Devo6013指出 這個要問那些變壞的老人 問法官 問警察 許多人表示 他們寧願選擇冷漠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用戶KK112評論道 世界太惡毒 對社會冷漠可以減少煩惱 視頻在網絡上引發大量討論 許多人對社會的現狀表示擔憂 推特用戶TONILIO395評論說 散沙化社會已經沒有共情能力了 這段視頻和相關評論引發了關於社會責任和道德的深刻反思 凸顯來在當今中國社會中 如何在冷漠與善良之間找到平衡 仍是一個期待解決的難題 社會冷漠現象不僅反映了公眾對法律體系的不信任 還激世了深層次的道德危機 如何通過立法 司法和社會宣傳 來恢復公眾對幫助行為的信心 是當今社會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2006年彭宇案中 中共法官判決父老人的彭宇承擔責任 儘管中共最高法院完全可以糾正這一判決 但多年過去了 仍未採取行動 為什麼 不僅如此 之後還有一些類似案件 中共法官也做出了類似的判決 王篤然指出 實際上 中共擔心社會風氣轉變為人人見以勇為 如果社會充滿正氣 中共的胡作非為將難以被接受 王百姓若不再忍氣吞聲 而是勇於反抗 中共的統治成本將大大增加 甚至危機政權的穩定 這恐怕才是中共任由老人倒地 無人趕伏的現象 在整個中共國全社會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 今天副頻道會有視頻更新 請大家到副頻道觀看 也歡迎您訂閱轉發我們的節目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費勇前進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感謝大家